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茜丝已经到了改参数的季节了 这是一道菜 这个荷叶鸭做荷叶饱肉是最好吃的 其实在温散户里也可以说到处都是饱 多鲜的 煲上肉 用油渣 挺好吃 这一片区域属于卫山湖整体的片浅南一点 这片水域属于草叶湖 这片水域属于卫山湖整体的片浅南一点 这片水域 说实话 养育了不少人 我在这个湖上生活了大半辈子 一直都是靠这个湖区的这些资源 养育了我 养育了我下一代 我们在这边 养育了 看下这个韭菜 净刺 长瓜皮刀 拔下来以后 就好吃 要炖鱼 炖肉 这是咱新栽的河叶 我掌上肉包着 河叶包着 人也一道美食 我那湖区要龙虾 我听到他带过来 比如这个季节 龙虾 螃蟹 四个鼻孔的鲤鱼 做香辣鲤鱼 还有帝国隔鱼 不光能在这个湖上 能弄歪 能看到美景 同时还能吃到美食 在一般来 在别人 就是说 在内陆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在咱这都能享受到 你好 叔 是老船长对你了 这样 我就是老船长 好 你好 好 叔 这边坐 好 这的湖饭做好几天 我带你们 大火的就转一趟 好 好 带你们 看那个味道 好 来 看看路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车只能到岸边 到了岸边咱得用穿去挤 正是因为这个不方便 咱还能给优客带来不同的体验 体验坐快艇的这种刺激 从快艇挤动的过程中 入外的过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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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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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本身是船长出身 开船 接送客人 接送游客 带他们玩 老板呢 这个后处上就是整个就是他一人去说 然后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回家帮忙 媳妇也是那样 目前的状态就是一家人吧 一家人其三人 也就是说咱总化长毛线就是这个品种 放在这个汤里呢 像这种观景一般就是说 就是靠它 放在里面就是它自然的身呢 也也不会食料 它在里面的自然是非常好 比如说地下的那个像胡葱啊 钓鱼的那种胡葱 它就主要是以那个为师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威山湖上一个普通的瑜伽 现在正值今秋十月 威山湖里依旧是绿意盎然 现在最好吃的大闸蟹是肥美的时候 欢迎大家在双结之际 带着家庭朋友来我家一起游玩 不行不行 这一段不行 太卡 像我吧 是图统图长在威山里一个正宗的威山镇 但是 只是在没认识他对象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 俺俩吧 之前是通事 当时第一次给他来到这个地方 就感觉这个地方整得很美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都一起就耍他 有这么好的地方就都不带我们来 我当时在认识你之前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因为跟这个岸上上学 跟街上上学 和别人的 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别的小朋友假的 我都住几号楼 住几号楼 住几单元 人家问俺家你住哪的 俺家的没有美牌号 没有几单元 不知道住哪的 所以说 都不好意思耍 就是内心的 还是 反正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这个小秘密吧 当时 包括后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圈子 然后就都说他说 你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多羡慕你 很想生活在这种地方 假如随便的人说他躲了 包括我之前给他洗脑 我说这么好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都羡慕他 但他谁在服怎么不自服 你知道吗 就那种 有 还行 反正内心就是从解除 第一次解除这个地方 到后来喜欢到这个地方 我感觉大部分人应该和我的心灵是一样的 就希望让更多的人能来了解这个地方 绿水清闪 实际上就是紧闪阴闪 把咱这个大环境的省态保护好 得让咱这个来到的优客 看到的是一片绿色 不是一片白色 遗憎不易 满独荣 遗憎不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